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大气磅礴与小家碧玉的感觉 整体给人的感觉十分舒适 而且各地还有着悠久的历史 旅行资源很丰富 不管你要人文景观还是自然风景 这里都应有尽有 因此山东也是我国的旅行大省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城市就有着多量性的景色 这是山东落差最大的城市 曾当过千年的省会 如今却成了小县城 这座城市就是青州 青州早在西汉的时候 下面就开始设立各种郡老 放到现在就是省会的地位 只不过在当初叫做广县 虽然有着浓厚的历史气息与巨大的文化魅力 可现在青州在发展上却不太近人意 如今却只是小县城 因此也被网友们称为山东落差最大的城市 如今的青州是围方下辖的县级石 其地处山东的中部地区 地理位置很不错 当地有着价位不错的交通基础 未来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虽然如今青州的名气并不大 在经济上也不出众 可它却极具内涵 当地有着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 盛产很多建设所必须的矿石 另外当地还有着丰富的水资源 还是我国小康县前百名 青州旅行资源特别丰富 尤其是在人文景观上 另外自然资源也是它的一张最闪亮的名片 这里的山景远近闻名 虽然如此 随着时间逐渐的变化 青州的地位相较曾经也是一落千丈 类似青州这种情况的城市并不少见 在新时代的到来 很多城市都一时间没有寻找到发展方向 或者是抓住发展的机遇 从而逐渐走向没落 如今的青州已从往日的省会 沦落为小县城 被网友们称为山东落差最大的城市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要说拜拜啦 如果感兴趣的话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小可爱们 评论转发帮助